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 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第一堂是我们大三格林讲师 请大家乐乐掌声欢迎 请大家乐乐掌声欢迎 等一下再出现这第一页 你知道上个礼拜 在大家不知不觉当中 待会再出现这个 好不好 我先不给他们看到这个 然后出来就已经结束了 好 先看这个 然后待会再跳 我讲完这一段 我说开始再开始 上个礼拜 大家在不知不觉 每个人都在吃饭 睡觉 唱歌 跳舞 买东西 shopping 台湾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 没人知道呢 我现在问你们 你们知道上个礼拜 台湾发生什么大事吗 没有人知道 什么大事 很大的事哦 不是非同小可的大事哦 不知道哦 要说你听了吗 来 把我们的第一页打开 蔡英文代表中华民国 对美国宣战的 哇 脸很大力哦 大条 有大条吗 宣战了呢 啊 大家不知道呢 报座也不知道呢 媒体也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呢 宣战了呢 我可以随便说说的吗 我不能乱讲对不对 那我们就看蔡英文讲什么话 叫宣战好不好 他最近接受哪一个媒体访问 对 华盛 对 华盛顿 Post 接受华盛顿原报的里面 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很多对话 但是大家都不会注意 我直接念给你们听 华盛顿原报记者问 美国自1979年之后 改成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首都在北京代表中国 而将中华民国的台湾 首都在台北 视为一个entity 就是实体 你觉得这是公平的吗 记者问 对不对 那蔡英文怎么回答 蔡英文回答什么 他就写总统 我想我不太清楚 美国在讲这个字 entity的时候 它的意思是什么 但是这个entity 可以有很多诠释的空间 过来哦 下一句哦 以台湾来讲 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政府 跟民主的机制 我们有军队 我们是一个可以为自己做决定的国家 这是不是台独宣言 这是不是 这是不是宣言 在美国占领的土地 你宣布你是一个完整的政府 跟民主的机制 又有军队 又有自己可以替自己做决定的国家 这对于宣战啊 在我看来这就是宣战啊 不是吗 要不然是什么 他自己有自己的国家在台湾啊 他自己有自己的军队啊 在美国占领的地方这样的宣称 我跟你讲 华盛林邮报很贼啊 他这个翻成英文的时候 给你漏掉 说我们有军队啊 大家不知道呢 蔡英文这个不是第一次做 他上一次到华盛顿DC 要当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有当华盛顿DC讲过一次 几年前 输给马英九的那一次 他在华盛顿DC讲说 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 美国很高兴啊 总算台湾有人知道 结果他回来台湾来高雄 劳工中心讲一句话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名字叫中华民国 是不是台独 是啊 让中华民国就地合法 是啊 这句话 你看 所以 或许美国跟其他国家 有不同想法 不同角度 但是在我们看来 其实绝大多数台湾人 觉得我们确实是一个国家 不是觉得 你现在讲说你有军队 你有政府 你自己都认为有主权 这就是宣告台独 美国为什么不做动作 他不把你当一回事吗 来 看下一张 几年前2006年 美国 他说 Depute Secretary of State Rober Zolick said Independence means war 台湾独立代表战争 台独代表战争 没有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好讲 台独代表战争 不是只有中国要跑 是美国要跑 为什么美国要打你 这是我占你的地方 你的角色是来这边 是台湾关系法底下的台湾治理当局 对不对 虽然你的正式名称叫做 中国台湾当局 但是你是受限 受限于我中华 我台湾关系法底下 所以你跑不出这个东西的 但是你一旦要脱离你的角色 要自己宣称台湾独立 那就是战争啦 所以那句话 台湾人最爱不知道 我觉得你不要暗度陈昌啦 蔡英文已经宣布宣战了 台湾人不知道 他除了宣战之后 他做了几个动作 雄山被弹飞出去不是吗 那再来什么 派军队到太平洋岛对不对 不可能给他做的嘛 对不对 这是不是宣战 在你们大家听来是不是宣战 就是啊 完全符合宣战的条件 但是你又没有宣战的实力 所以美国暂时把你放一边 甚至要你放一边 他会给你处理 他不是不会处理 来我念一句 Marine讲的话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照片在这边 This is war 这是战争哦 蔡英文宣战哦 但是呢 Marine讲什么 Don't ever mistake my silence 不要把我的沉默当作是ignorance 完全忽略 ignorance就是不管 不要管理 不要把我的沉默当作我不管理 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句子哦 My calmness for acceptance 我的平静代表我接受你这样的宣称哦 第三句啊 And my kindness for weakness 把我对你的仁慈当作我的软弱 美国海军陆战队讲的话 你不要把我的沉默当作我ignorance 不管你哦 你的宣战听在美国耳朵里面是清清楚楚的宣战 那接下来就有什么 军购还会把武器交给你吗 告诉我 很明显啊 所以他们现在戳了一旦啊 其中一旦军购一下拖个三年不给你 很简单嘛 你宣战我还把武器卖给你啊 你都宣战了 蔡英文代表中华民国宣战 我又补去又要拿给你 我又要交给你我就打他牌去 可是台湾人都不知道耶 继续每天的吃饭 睡觉 唱歌 跳舞 买东东 吃饭 睡觉 唱歌 跳舞 买东东 因为大部分台湾人都是职员回收人 小脑都给你洗掉了 台湾这个土地的人完全不知道 这世界是发生什么事情 不知道台湾现在变什么大事 都不知道 完全都不知道 刚才我们这地方台湾民政府就站出来 所以下一个就出来了 这是左立刻啦 台湾犯人左立刻啦 他就讲台独代表战争 那我刚才讲蔡英文讲那个句子就是台独 以台湾来讲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政府 跟民主的机制 我们有军队 我们是可以为自己做决定的国家 哦 请唱哭喔 还对美国讲我们有军队喔 还在华盛顿邮报上面跟中华民国 跟美国嗆心喔 我们有军队喔 你的军队不是美国给你武器的吗 我们是可以为自己做决定的国家 这不是台独是什么 美国国务卿讲过不知道多少次 在多少任的独国务卿讲说 台湾或中华民国都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你现在说你是国家 因为你有军队你有政府你有民主 等一下 他说有民主的机制 台湾有民主机制吗 你告诉我 上过初级班都知道台湾哪有民主机制 什么叫民主机制 要同一个国家的人选举才是民主机制 台湾界的到底有两个人 阻担持和比担持 占领者跟被占领者 怎么可以混在一起搞什么民主啊 所以好几次民进党想办法 陈泉那个时候搞公投 你没有全力公投啦 你不是同一种人 这个土地上有占领者跟被占领者 怎么跟公投法 利益互相冲突怎么在一起呢 哪裡有民主機制 你還要用這個來騙全世界 說你台灣有民主機制 選出台灣的總統嗎 這句話很嚴重 不是因為蔡英文這樣 說話軟膏稍給你回答 這就不表示戰爭 跟講話的人是男生女生無關 當然啦 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光總統沒辦法宣戰 對不對 國民大會要通過 在美國也是國外要通過 但是他已經宣布了 美國也看在眼裡 因為美國是工人 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暗度成長 不可能 所以Marine 講的那句話已經夠清楚了 再來 但是大家都不清楚 我們這是高級班 所以我講話已經 假設你們都已經知道 前面的初級班該知道 佔領不宜專主權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其實美國這個動作老早就要做 他不是今天第一天聽到你 蔡英文會這樣講 他也預測你會這樣講 老早就準備好了 傳的那些 確實傳得好 我不是講嗎 在前幾個月我們G7坑出我們台灣民政府 來給他們看一下G7 我還是給他們看一下G7 你們再回來看這個撲克牌卡 這都看到嗎 G7是 因為這是網路 我有補充一些過去的 G7就是全世界七大 主要國家 應該說經濟的先進國家 中文翻譯工業國 不一定工業才是先進 有個生活的條件 標準 收入 對人權的重視程度 市場的自由情況 都符合那個標準的時候 你才可以列入這個所謂的G7 才會邀請你來 那過去 俄羅斯被邀請 但是後來又被踢掉 因為他自己違反 戰爭法 國際法 把克里米亞給併吞吃下來 克里米亞是烏克蘭的領土 他把它吃下來 明顯的違反國際法 你一個違反國際法的人 可以進到G7嗎 當然幫你提出來 跟你的經濟條件實力無關 跟你有沒有遵守法律有關 有人說中國怎麼沒在裡面 不是很大嗎 錯了 在歐洲的眼光裡面 你連一個自由市場都不是 去年歐洲才通過 中國根本不是一個自由市場 因為它政府在操縱市場 政府在操縱匯率 政府在操縱所有的製造 製造造業 製造假的經濟數據 這怎麼能夠進到G7 G7是定定世界遊戲規則的國家 你自己要遵守 而且你要堅守 繼續往下翻 G7這國家在伊勢山 在日本的這個島開了一個會 對 然後來 那這凱會的當中內容當然都是跟國際有關的 就是Global Global Economy Global Development Global Finance Global Policy 都是全球議題 只要是G7國家 它討論的都是全球的議題 我剛才說 既然是世界的領導者 一個國家最大就是領袖 一個世界裡面最大就是這個七國的領袖 你知道嗎 領袖就是他做了決定大家遵守 一樣世界的領袖這七個國家做了決定 全世界其他國家都會遵守 包括聯合國在內 過去台灣人剛剛知道聯合國 不曉得有G7 有的人就形容 G7好像聯合國裡面的VIP Club一樣 你要符合各種條件才知道 G7哪些國家 美國 日本 英國 法國 德國 加拿大 英國 義大利 還有什麼 歐盟有兩個代表在裡面 就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往下看 這裡面居然有看到這個字 Taiwanese government 從來在媒體上沒有出現過 台灣人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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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台灣人的政府是什麼人 來 我們再往下翻 再往下翻 這是台灣嗎 你們都可以確認代表建築物 居然是這一張在這邊 台灣 civil government 台灣人的政府 居然照片是放我們台灣民進會的照片 G7領袖國家的專刊裡面 告訴你台灣人的政府 就是台灣民政府 這樣有清楚了吧 夠清楚了吧 沒有什麼好訂單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唯一合法代表中國的政府 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全世界只有一個台灣 唯一合法代表台灣人的政府 叫做台灣民進會 叫做台灣民進會 現在來了 現在那頂是什麼 現在那頂是什麼 就是剛才我看的照片 我們來跳到那個 我們那個三張撲克牌 給他們看一下 我們跳回我的PowerPoint 三張撲克牌 來 我感謝他 來 開始動了 我剛才說的 G7宣布的結果 這張撲克牌跑出來了 這張撲克牌跑出來了 Republic of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民主黨 台灣民主黨 台灣人的政府 這兩個位置都猜好了 這三個 現在這個叫做 中國台灣當局 台灣的民主黨 所以 被戰爭以前 先做幾個動作 你是誰 報上名來 要消台 報上名來 對不對 我先搞清楚你是誰 真正戰爭要開始 我要搞清楚 對方穿什麼衣服 我穿什麼衣服 要不然會亂殺 對不對 所以戰爭要開始之前 每一個身分都定好 最近是不是還通過 美國再一次重申 台灣關係法 我們台灣的民主很高興 重申 你搞不清楚 那個重申的意思就是 給你定西系 你的這個中國台灣當局 你覺得蔡英文政府 就是這個 在台灣關係法底下的台灣治理當局 你不要跑出來 結果他最近受不了 他知道人家把他釘死 他不願意了 要跑出來 要跑出來 所以宣戰嘛 他直接宣戰嘛 我剛才說蔡英文那個句子 回答華盛頓郵報那個句子 就是宣戰的句子 我有軍隊啊 我有政府啊 我有選舉 我就是主權獨立國家 我有權力決定我要做什麼 意思就是說 美國你管不 你管不動我了 有比這句話更囂張嗎 在美國眼中裡面 當然 那一定會對付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叫做 中國台灣當局 台灣人不知道 這事情非同小可 非常嚴重 那時候我前幾個禮拜 我在演講講說 熊山一出去美國 這個軍隊就馬上 馬上會處理你這個中華民國政府 那時候 賺這個機會 東西都收收回來 果然沒錯啊 你付了頭款 你也是一樣不會給你 三年以後 三年以後 變成什麼樣子 但是台灣人看到這三個 還搞不清楚 所以我必須要這樣子 這一張叫中國牌 這一張也叫中國牌 這跟台灣無關 最近蔡文在做什麼很蠢的事情 他代表中華民國向原住民來道歉 是不是 道什麼歉啊 該道歉是誰 違反戰爭法在對台灣實行 種族滅絕的這個中華民國 不光是道歉喔 以後是在戰爭法庭間 不是道歉可以了解的 你知道嗎 因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把台灣人被佔領地區的百姓 抓去當兵 把佔領區的百姓 更改他的語言 生活習慣 更改他的國籍 發身分證給你 每一件事情 把我們抓去當兵 每一件事情都是違反戰爭法的 改變我們政府結構 行政體系都給他改了 佔領不宜轉主權不是嗎 你如果佔領贏轉主權 你就違反戰爭法 中華民國這個所謂的 中國台灣當局 每一件事情都做到夠 夠夠夠 不是道歉可以了事 今天我們的原住民 人數已經少到這麼多 比日本時代還少 你被消失掉了 唯一台灣人不能講說 也是中國人的 就是台灣我們的原住民 所以他很討厭這群人 過去原住民的政策高不壓 高不壓是什麼結果 大家都知道 人數大量的減少 人數大量的減少 快消失了啦 但是我們也是原住民啊 我們是福爾摩沙人啊 我們是白寶座的後代 不是他們所講的 台灣人是多元移民社會 怎麼會是這個 你就是要把你洗腦 洗到你不知道人 過去所有的政策 包括現在文化 藝術 媒體 全部鋪天蓋地 把台灣人洗到現在 連宣戰都不知道 唯一台灣人的政府 唯一台灣人的政府 只有這個 台灣民政府 我無關你台連 或什麼連 什麼民進黨 或時代理 都一樣 你們都是中國台灣當局 來騙台灣人的單位 你全部跟中華民國登記 不是嗎 你就是在中華民國體系之下的單位 現在美國議員他 中國同一個 faith 中國人人 中國人 左手雙雙雙雙雙雙uego 研波帝 阿祐 達人看得很高興 吹掛屈 這樣瓊子 travail 全都賣到 多萬一賺 долларов 然後再 преп人 承過錢 lad民自然出現 台灣人又在那 Cake 來了 來 時間到了 越來越接近了 今天宣佈什麼 7月31號最終一天截止日期 申請台灣民政府身份證 我們核發身份證是今天最後一天 不 三十一號 禮拜天 收件位置以我們的中央辦公室為準 過期之後不予再發行 你聽不懂嗎 一般人聽不懂為什麼要停止發行 從此以後你如果要申請台灣民政府發的身份證 你要趨公所去領 不用錢 大家可能不曉得這個意思 只有在這時間之前 我們視為革命先行者 所有的福利都有 台灣人只需要這幾萬人就好 我們基本上有四五萬人申請 五六萬人申請 就這四五萬人 五六萬人的台灣人 這是真正百態的台灣人 我們稱他為革命先行者 這是真正剩下的人 之後來的人叫什麼 我們之前的人叫童心 後面來已經沒有叫童心了 叫童利 利益的利對不對 都知道好康就要來 因為童利 童利你好 不是童心 童心真的是 跟利益無關的時候我就要來 過去來台灣民政府都是這樣 那時候有什麼好康給你 沒有 我自己就要出錢 開錢 冬天 冬天要四大天 都一直流冬來這裡上課 過去啦 我們過去的四年在這邊上課 從小貓幾隻到現在每一堂上課 數百人 對不對 我們現在有幾千名 去年我們有一萬人上街頭 你不知道喔 來 我們給他看一下 那個我們的那個 一萬人上街頭的那個照片 去年啊 在東區 來 我等他的期間 快樂法禮有行 11月15號 有沒有看到 時間是去年11月15號 第一點是 中國人在這邊設立的 孫義仙紀念館 走到 走到 造島大廣中正紀念堂 走 中宵東路 我們的 你看看 全部 台灣民政府的 一萬人走上街頭 一萬人欸 有沒有想過一萬人是怎麼 每個都穿那種衣服這麼整齊 一萬人走在街上 沒有出一個聲音 過去你看到遊行下去 大家穿牆子 移椅子 娃娃車搖旗子 我要抗議 我要抗議 我們這一個人穿黑衣服 都是穿制服 真人齊齊 不講話 你不要看台灣人這樣子在街上走 所以很多人看到嚇一跳 來 再往給他們看 前面是我們的鎮報部隊 我們有鎮報鈔 鈔連以後 你看 來 再往上 我們一張一張給他們看 沒關係 隊伍排到很遠的地方 來 再來 你看 走慢一點 不要用這樣抖的 大家眼睛會受不了 你可不可以順順地拿起來 慢慢 停一下 這邊停一下 這是我們後來之邦 因為那時候天氣很熱 大家只有一個人要辛苦一點 就我們的隊長 來 再往下走 11月15號 來 接受各媒體的訪問 很多人說我們不要看過 所以台灣有沒有媒體自由 蔡英文說台灣有民主又有自由 哪裡來的自由 沒有自由的 沒有自由的 怎麼跳跳了 來 再走 有媒體自由的話 應該支持所有台灣人 這麼大的事情應該知道 我們訴求我們去那邊街上 再往下看 要不然那個人很像我 來 來 再往下看 媒體都看不到 媒體都看不到 你說得好 對啊 你看這麼大人的媒體看不到 很奇怪 來 再往下 他就不要幫你補 停一下 找地方不要停 他們眼睛受不了 這個遊行有幾大訴求 過去台灣人遊行就是 勞工工資要上漲 什麼反課綱 反違條 什麼有的 沒有 過去是人民向政府抗議 我們不是 我們是政府向人民宣告 宣告又不是抗議 宣告就是 Proclamation Proclaim 宣告 告訴台灣人 現在台灣人政府站起來了 我們的角色叫做 台灣民進府 你們知道我們的全民是什麼 我們每個人到社會上出去的時候 都會走 要寫出來 對不對 兩個人 你要做行李 名片拿出來 我看你名片上面寫的 title是什麼 哪一家公司的經歷 負利 還是 銷售 我才知道你是我在跟誰講話 對不對 你在社會上都有一個身分 你這身分告訴我 你是誰 你沒辦法裝也不能用騙人 不能用欺騙人 現在名字出來 台灣民進的名字 台灣 澎湖 列島 美國 民政府 怎麼有美國 我跟你講 當這個名字一出來的時候 所有董事辦事情的人 就知道這個在表什麼 G7國家一看就知道了 什麼叫台灣 civil government 不是我們自己給的名字 台灣民政府是在有美國 在占領地區才會成立的民事政府 那有民事政府一定之前會有成立 先成立軍事政府 在被佔領地區 像美國佔領伊拉克 他會在伊拉克 為了維持秩序 成立美國軍政府 同時會讓當地的百姓 選他要的人出來擔任民政府 管理民事相關的事物 軍政府就是軍隊 只在這裡落去就台了 民政府是當地的百姓 為了民事的事情成立的 但是也是由美國軍政府授權 所以我們在這邊上課 你們來當官 形同是接受美國 所以講得很清楚 我們的上面就是美國軍政府 美國軍政府上面就是美國國防部 美國國防部上面就是美國總統 現在蔡英文是什麼單位 台灣關係法上面是什麼 AIT AIT上面是什麼 國會 美國國會授權成立的單位 對啊 美國國會授權成立的單位 所以不同單位 不同體系 我們在這邊 所以中華民國說要處理我們 辦不了我們 怎麼辦 不同的共同系統 不同的命令體系 我們只講法律 其他沒有講 我們沒有講感性的訴求 完全沒有 你來民政府 聽到現在為止 我們只講一個 歷史上的事實 歷史上的文件 法律是什麼 國際法 戰爭法是什麼 你的邏輯推理 我們要的就是這種人 頭腦清楚的人 不要太空 太香 也要軟爭 台灣人過去軟爭 是因為 你沒有路頭走 你才要軟爭 但是你有好好一條 空妝帶到你走 你要軟爭什麼 太空 太香 不會讓你有 像蔡英文就是太空 太香 太空 太香 他會宣布台灣獨立 你走不出去的 國際法壓在那個地方 你要走到哪裡去 我跟你講 每個人的名片都已經發出來了 台灣民進府叫 台灣澎湖列島 美國民政府 這是我們的全民 不能改的 在中華民國這個 所謂的中華民國 就是中華民國 還清楚了嗎 每個人的名片拿出來 你都不能做 超過你這名片之外的事情 你流氓政府怎麼可以有軍隊呢 你為什麼要假裝有國防部嗎 所以現在國防部 所有相關法律取消掉 國防部出來講話的人 要穿便服 不能再穿軍服 這已經夠清楚了 可是他還是換一朝 走一趟 硬是要幹 硬是要宣布戰爭 硬是要派所的軍艦 去護他的島 那不是你的島 我跟你講 今天太平島跟四島四交 都不是重點 問題是 你根本沒有權利 來這邊宣稱任何事情 你中華民國體系 根本沒有權利 來對這個島上面的事情 任何它的外型 或者它的特性 或者它的特質 或者在法律上的地位 做任何的評論 所以國際法庭不會找你來的 你放心好了 你根本在國際的法庭 你根本不是個人 你知道嗎 不是一個法人 要不認識 你叫流氓政府 你沒有資格來 也不會問到你 你的意見也不重要 這樣知道嗎 中華民國 你不要再講任何東西了 你連旗子都不能拿出來 你是什麼東西 所以美國 你不能駛一個狗 駛到最後 他肚子回來幫你駕 現在就是 你賣給他武器對不對 你在賣啊 在賣他就拿來這樣用啊 雄山街給你亂射啊 對不對 軍艦給你亂巡航啊 對不對 動不動就給你開到 往釣魚台方向去啊 要去測水波紋 然後再送給 他的bodybody 他的bodybody是誰 中國嘛 我就講那兩張牌都是中國牌 中國在台灣玩一張牌 美國說好你要玩牌可以 但是我用台灣關係法把你限制住 現在呢 既然這個法院宣判一出來 有法院認證喔 還不如我們自己講的喔 之前我們還不敢宣布這件事情喔 現在法院自己說出來 好 順水天舟 時間也夠了 他也應該浮出水面啊 不能永遠潛在下面當潛水艇啊 現在浮出來你就宣戰啦 要宣戰多少好 幫你處理掉 全部都開了耶 來這邊上課的人都清清楚楚耶 外面的台灣人還不知道耶 來 我們再回到我的powerpoint 你看 你看 在路上的人你看看成這個樣子 喔 你看 你看 喔 很多民眾看到我們的隊伍知道之後 也加入我們 欸 我們那幾個宣稱喔 我們遊行有幾個訴求我剛剛忘了講 第一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至今仍然有效 講到舊金山和約喔 就當初我們在美國法庭訴訟的時候 面對國務院的辯護律師 就在講這句話 我們講說舊金山和約到底有沒有效 他知無其辭 想講到拖去保護 看拖去說 我們有台灣關係法 法官不跟他講話 說到底舊金山和約到底有沒有效 應該有嘛 本來就有啊 我跟你講 舊金山和約的位階等同於美國憲法 由不得你任何一個律師可以胡說八道的 所以定期了 不敢再亂說了 沒有任何一個條約可以取代 舊金山和平條約啦 沒有任何一個美國國會通過的法律 可以蓋過舊金山和平條約啦 而且更何況是六十幾個國家牽制的 你連改都改不了 你不可能再把這幾十個國家 再交代一起再修改這個狀況 舊金山和平條約 既然舊金山和平條約已經確定 上面第四條跟第二十三條已經講 美國是台灣這塊土地的主要佔領全國 在美國 主要佔領全國 主要佔領全國 就在這裡啊 美國 舊金山和平條約第一個我們確立 沒有話講齁 你美國沒有話說齁 台東沒有話說齁 同意 再來 按照條約 既然你承認那條約裡面講什麼 就照著條約走嘛 條約第四條第二十條 既然講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但是這塊土地 所有相關事情 它說了算 叫做主要佔領全國 什麼叫做主要 主要佔領全國 它說了話決定一切嘛 美國是這個嘛 所以你要按照既然條約裡面來 保護台灣這塊土地 不可以讓你派來的代理人 對這塊土地做超過戰爭法 國際法以外的事情嘛 你有責任嘛 你不可以讓它改我們的國籍 不可以讓它在台灣發行護照 我們的旅程資訊上面給你寫一個 Comptain 所以前一陣子我是不是在跟你們取敵嗎 借了這一次 數數事件把這件事鬧那麼大 我也很高興 好 現在台灣每一個人都知道 已經沒有藉口再跟我講說你不知道 到時候美國軍事政府來 到時候台灣民政府站起來那時候 台灣人不可以說你不知道有一個台灣民進府 每一個人大街小上老人小孩子都知道 台北洲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那邊路上小朋友幼稚園一看到 台灣民政府黏得很清楚 連小朋友還沒上學的都知道 沒有藉口了 台灣人再也沒有藉口了 究竟那合約至今人來有效 美國是主要的佔領全國 那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我們就是日本人 我們不是中國人也不是你講的那個 祖先對那來不是啦 我們是日本人 不敢直接講 我們那時候還想我們是日本人 台灣人是知道不知道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日本人 不是現在這個日本人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那個身份 在這次訴訟 在法院訴訟的結果 美國法官講了一件事情 你們說是陳怡的行政命令 把你台灣人的身份給改了對不對 我們說對啊 不行 它不對 法官說 你知道是誰 他有這個權利下這個命令嗎 叫他下這個命令的是誰啊 南京政府 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表示是另外一個國家的政府 透過他在台灣下命令 剝奪人家的國籍 你覺得他會成立嗎 當然不會啦 就好像中國南京政府 宣布美國的國籍全部失效 有效嗎 沒有效嘛 你不可能一個國家取消掉 另外國家所有國民的國籍 那意思是什麼 既然無效 為什麼台灣人真的 認為他有效呢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那只有被騙的人 才會覺得他有效嘛 你這樣騙才覺得是真的嘛 對外面沒有被騙的人覺得 這根本就 這都荒唐 鬧劇一場 你根本就可以把這中華民國護照 丟掉了耶 就沒有了 我怎麼丟掉 我就沒有出國了 你挑戰看看嘛 你現在有台灣民進府 給你發行的身份 你用這個去挑戰他一下嘛 你不敢挑戰啊 台灣民進府拿到身份證 我沒有人不敢去挑戰現有的體制 有關係法把我們限制住 沒有啦 你挑戰看看 現在已經走到這個勘戰了 我之前很想挑戰 但是一直有人把我拉住 說你不要啦 不要啦 這也是把他去撞 對不對 我說齁 蔡英文已經宣戰之後 我就要站出來了 他都敢宣戰啊 台灣人不敢站起來 把你真正的身份講出來啊 我就是到日本帝國成名 我是被佔領地區的百姓 這是我的身份證ID啊 我告訴你我是誰啊 你敢對我做什麼事嗎 你敢對我做違反戰爭法的事嗎 其實台灣人可以這樣想耶 你不敢這樣想 因為你的法理訓練不足嘛 真的人家把你抓到法院 被你呼嚨的時候 你如果懂法律的時候 他呼嚨不了你 反過來他會完蛋耶 所以我們過去這一陣子 都給台灣人上課 上課再上課就在教法理嘛 你法理清楚 我跟你講人家不能欺負你 美國就是一個守法的國家嘛 過去你不懂他也當作你不懂 他就繼續啊 好好好就遵徒好 這可以耶 就是因為我們有一群人懂法理 所以美國現在不會再接受 中華民國護照 以這個身份過去嘛 我那時候起那個底說 中華民國護照那個晶片 也不是中華民國自己製作的嘛 不是你製作 你怎麼是主權獨立國家 我說你用的account是新加坡account 怎麼樣 要不要來否定一下 蔡英文政府可以出來否定嘛 中華民國出來否定嘛 外交部出來否定嘛 外交部出來否定說 不是 這是我們自己依許的護照 hold down來起底啊 我們的身份證真的進去美國啊 進去聯合國啊 我們上面有晶片卡啊 講到這個 美國也有晶片卡的護照啊 我們接下來去出 那個身份證由各個區公所發放 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當然有旅行證件啊 被占領地區的百姓要出國去旅行 不是拿護照 OK 那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也沒有資格發行護照 因為他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他那一張也算是旅行證件 但是他在騙說他是護照 這個導演人還是不知道嘛 來 我們這看完 回到我的powerpoint好不好 回到我的powerpoint 一萬人上街沒有人知道 太奇怪了 真的太奇怪了 我們還有一個重點 abide by the law 黨民政府不斷給我們上課 其中有一個重點之一叫做 我們完全按照法理 我們前面一開始宣佈五點 對不對 我們是按照法理在執行的事情 反而是現在中華民國 按照法理面完全站立不住 來這個先跳過 來這個先跳過 Long awaited answer is here 台灣人進入出 台灣人除了我剛才法理那是一回事 台灣人因為習慣他說 你們出來到底是要做事 現在幾次不是過得好好的嗎 這幾件事情 這幾件事情不光是對台灣人說 我們也對國際社會說 我們也對我們的主要佔領權 美國人說 TCC deal with the past 這上面分成三個部分 對於過去的處理方式 對於現在的情況處理方式 對於未來的TCC往哪裡走 講得清清楚楚 你也不用想像 規劃都已經寫好了 過去怎麼處理 我們是福爾摩莎人 我們是福爾摩莎人 福爾摩莎人 住在這土地 時間是四萬年前來到這裡 六萬年前離開非洲 四萬年前來到台灣 你們都上過台灣使節對不對 我還說我們的祖先從哪裡來 我有說 我們是日本人跟韓國人跟中國人的祖先 對不對 我四年多前就講 最近你們有沒有看NHK 他有一個新的project 過去日本人都以為他祖先從蒙古來 笑死人了 因為他真的是被中國人騙的 他們祖先對台灣去的 所以最近他們起了一個新的project 專輯喔 他說我們來追我們的祖先 他從來以前都是用考古 加上歷史學家 加上什麼文化學者 這都不能解釋問題 他應該要把一個抓過來 就是生物人類學家抓進來 人類學家就要把DNA找出來 DNA就是科學證據 才真正找到他的祖先是哪裡 對我們這台灣去的 所以他們現在做一個project 就是開始做準 用蘆葦做船 想辦法要走這一段 到那個我們那個什麼島 我們那個雲納國島 那最近的距離75公里 看看划船可不可以划得過去 我跟你講 你現在做這個案子不太對 為什麼 以前的海水沒有這麼高 以前的海水沒那麼高 你知道嗎 四萬年紀的海水使用 射水就可以到你日本去 從射水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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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可以走到南美洲 我都講了啊 很好笑齁 我不是人類學家 四年前我提出這個project 現在日本怎樣 這個重要齁 我講這個東西很重要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中國人利用歷史的假證據 騙台灣人 騙日本人 騙套套套 目的只有一個 要把你們都吃起來 你們的祖先對我再來 我把整個顛覆過來 錯了 中國如果祖先對我 台灣跟日本去 對韓國去 整個顛覆過來 你要慎重追遠 你要拜祖先 要來台灣拜 那當這個科學證據的論述走出來 你覺得中國人還怎麼騙呢 我還講中國真的是 從頭騙到我的一個國家 經濟數據騙 裡面人民騙 上面上下 用言語啦 上下交相賊 好不好 大家都騙來騙去 整天都在騙 連經濟數字都騙 現在很難過襯 我還講他騙不了多久 因為這次G20會有一個好戲上場 前一陣子是不是好戲上場是什麼 南海岸對不對 他也是用騙的 他說他軍隊很強 他說可以保護 他到處在那裡 來逼武力 逼到最後他自己丟回去 找一個台階就溜走了 但是他現在又找到一個可以 又藉口要出來什麼 最近聽說他要跟俄羅斯來個軍演 海上軍演 但是俄羅斯 我還講中國你不用太指望 俄羅斯會做什麼偉大事 在你中國有史以來 俄羅斯只有吃你的份 沒有你可以利用他的份 中國人如果撒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等著看好戲 但是重點不在這裡 G20會有什麼好戲 我事先預告 在G20裡面 有人會把中國整體的經濟數據 全部都丟出來 那是另外一種戰爭 前面你躲得了軍事戰爭 你躲不了經濟戰爭 經濟戰爭講求的是確實的數據 實際上經濟實力不能再騙下去了 你不要以為G20可以讓你拉誰 拉東拉西 拉不了的 當正確的經濟數據跑出來的時候 那就是戰爭 每一個都是炸彈 每一個經濟數據都是炸彈 來 先不講那麼多 我只是預測說 這個世界的局勢大概會怎麼走 我也沒那麼偉大 這也是 任何人你們只要上網 我們美音政委的官員每個人都要上網 當你上網去收集資料到最後 你就變成通了 你就變成Expert專家了 真的沒有人給我特殊資料 我就跟大家那個宅男一樣 在家裡面就看資料 那邊東抓西抓抽一抽 答案就出來了 How will we deal with the past? 這個歷史上的解釋權牽著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為什麼現在的你和我 我們需要用中文來溝通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可是台灣人不覺得很奇怪 他覺得理想 我只是在家裡都說中文 不然說什麼 台語才沒水準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這不是我們的語言 我們是佛摩沙 佛摩沙有佛摩沙的語言 我們也不是中華民國人 我們也不應該講中文 我說這個 上頭的只有幾個 七八十歲以上的人 因為那個時候你們是日本人 大大方方講日語 日語是我們的官方語 在家裡說你的台語 那是日本人 好在那一代的人現在還活著 我爸有九十歲 他說我就是日本人 你們這些都中華民國人 我說我爸爸你們不要搞錯了 我們現在都知道了 我們那個身分證都拿到了 我們很清楚我們是什麼人 這樣只有幾個而已 沒效 我說爸你沒完樂 我們會繼續努力下去 我會讓你看得到 你努力好好吃飯 每天練身體 這樣就好了 我會讓你看到那個 人都剪掉的景象 我們繼續再努力 G7那時候我把那個雜誌 給他看的時候他嚇一跳 他真的很高興 當然不知道在什麼情況之下 我們就做這個 所以我們 Who we are What are we 我們是 我們是天皇的臣民 我們是被佔領地區的百姓 我們有很多身分 我一樣一樣的掀給你 我告訴你 我講到日本天皇 你們在那裡看當看塞 不願意承認的人 我告訴你一句話 你今天討厭日本人是 中國人幫你夾出來的 你完全是中國人 那裡幫你洗腦 洗到你不知道那些人 連你自己的老伯都外人的人 那叫台灣人 告訴你以前台灣人 怎麼求一 怎麼求一 我告訴你 因為你不需要事情 人家是先進國家 你是落後國家 人家要把你拉高 你不賤 你要Stay low 好 美國說 你要老老腳 叫中國人 叫中國人幫你騎 叫中國人幫你夾 夾給你台灣人 越來越老腳 那時候中國人來的人 是不識字的 我們以前說那一句話 說 無畏性 又減 不需要錢 就是在說中國人 不是說台灣人 曾幾何時倒過來 你現在還在說你台灣人 很減少 那時候日本時代 百分之七十幾次 受過學校教育 是四字的 中國只有十幾 那時候人家真的 不賣錢 又驚無畏性 走來台灣 把你通知 你乖乖去街地 想說你是中國人 你的祖先從那裡來 你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不會做 沒有長期 你還把你兒子送去 收他的教育 那叫做種族滅絕 你知道嗎 連你老爸看到 就這樣 頭上就 我在抱他 去 我就像你的老爸 台灣人 連你自己的祖先 是誰都不願意承認嗎 我跟你說 蔡英文這場人 所謂的台灣人 畫一個餅 她做一個模特兒 這個模式 就要中華民國在台灣 對不對 這個模式讓你走不了多遠 因為它是一個欺騙 用謊言建構起來 中國人給你建構一個 假謊言的system 你台灣人 想說這個很好用 拿來 想拿來自己用 台灣人都在裡面 想說要把它取代掉 走不了多遠了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或者一個民族 可以用謊言 延續下去的 每一個國家都在追求真理 追求事實 追求美好往上走的國家 台灣人怎麼會滷腳跟中國人一樣 好死不如歹活賴活著 這哪是台灣的文化 你難道一點尊嚴都沒有嗎 台灣人 要求中國人的東西 連中國人都賣 我跟你講 在這群在台灣的中國文化 是連中國都不要 人家都知道中國文化大革命 對不對 文化大革命的意思就是 過去的臭老酒 那些東西都賣 為什麼 中國要往西方國家學習 因為日本比以前 日本有明治維新 托亞入歐 今天一早有G7才有 日本在裡面 過去中國國沒有錯 日本去歐 但是看到這個世界 世界的形勢改變 你不能再歐中國了 連中國人都知道 不能再歐中國 你台灣人在哪裡 台灣人在哪裡 台灣人跟他們無愛 本手叫來當作寶 連中國人都尋不到的根 台灣人居然尋得出來 那不是很好笑嗎 所以這套欺騙 台灣四百年歷書 李登輝講的 蔡英文第一次說的 還有整個民進黨 台人都說四百年 秋西人 四萬年 這才是台灣的歷史 而且有科學證據當作佐證 你們那個都沒有 中國人幫你編的故事 你這種假的東西 真的沒辦法把台灣人 帶到哪裡去 哪裡都去不了 連人家的學術界都進不了 你沒有證據 你沒有證據 但是你當這個模式講對的時候 我告訴你 當我把台灣人 是四萬年歷史在說出來 連日本的科學家 也要來根 那不是 他也來尋根 徐福那個就去掉了 編的故事 另外一個什麼 蒙古來的那個也去掉 先用DNA來檢視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人類歷史故事 是記載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我都騙了 不要再騙了 台灣人又騙 騙不下去了 走不到哪裡去 你不要成為子孫的羞辱 好不好 你現在台灣人的認知 就是未來台灣子孫的羞辱 知道嗎 因為你認知是中國人 給你騙的認知 你這段不能再說下去了 馬上停 再來 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這個我們要確認他的身分了 把他們認出來 把他們認出來 第一個 你要抓詐騙集團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你認出來 你沒辦法再用外表的任何假的東西去 諷刑 英文叫諷刑 把你誤導到別的地方去 以為你是一個主權奪利國家 以為你是這個 以為你是那個 沒辦法讓你在 棲世盜名 盜名就是頭代命 欺騙世界社會 叫做棲世盜名 你既然不能棲世盜名 我就把你這個所謂中國台灣治理當局 台灣當局放在他該有的位置 你要來台灣可以嗎 我就把你當流氓政府 在印度德蘭沙拉的態度一樣 我把一堂堆放在裡面就好了 不要再出來騙人了 那都是貴子 真的 離開中國出的外面 沒有回去的生活上面都是魂魄 都是貴子 在台灣那裡的人就是貴子 然後就是貴子 在那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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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名字 那裡的人 這就是鬼的動作 真的 鬼生氣了 鬼生氣了 會做這種撒名字的動作 叫囂 罵髒話 你知道嗎 你是什麼人 你有做什麼事嗎 就完全符合他的身分 來 How to deal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除了把台灣人過去解釋清楚 定義好之後 我們要帶台灣人往前走 How to deal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當然 我們要走出來 不能完全扣別人 其中一個部分就是 我們自己要提告 所以200我們告一次 20去年又再告一次 告不同東西 但是意思一樣 我們在做我們在法律上 有的權利 訴訟 只有把事情 整個台灣人 這件事 帶到法院裡面訴訟 它的真相 才會浮出來 你如果一邊 當然在學術界討論 在媒體界討論 永遠討論不出個結果出來 我告訴你 媒體是黨的喉舌 媒體是統治者的工具 他不可能讓你透過媒體 把真相找出來 現在台灣人 只認為媒體是權威 甚至於媒體比法院還大 也沒有錯 在台灣是這樣子 但是 我們把帶到美國的法院 就不是你可以這樣玩 美國的法院 甚至於連美國的高官 都可以拉下來的 就叫美國法院 他們三權真正獨立 所以美國的法院 判的結果 不能讓總統可以下來 真的是可以 任何的高官都可以下來 法院是讓事情澄清 政治是手段讓事情模糊 模糊的目的是為了要上下其手 政治的手段就是要 在混亂中摩取利益 摩取什麼利益 可能賣力武器 可能產生戰爭 可能會這個可能會那個 可能會形成新的團體 利益團體 可能養活很多人 但是它都不是事實 到了法院的時候 每一個雙方都要把 唯一的根據 我告訴你 講到法院還講到一件事情 這次的法院 南海案 控告的結果 中國無法宣稱 它在南海接近百分之七屬 那個海域的控制權 已經沒辦法再宣稱了 中國講了一件事情 一撈到怎樣 這個結果一定是這樣子 中國知道啊 所以它一開始就先打預防針了 不管你出來什麼結果 你們就是廢紙一張 不管你出來什麼結果 我們中國就是繼續蓋我們的島 繼續挖我們的石油 當他講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我那時候講過 他就是要來執行 他這個國家的主權 什麼叫主權 叫做 sovereignty 我們高級班都要知道 什麼叫主權 就是沒有比你更高的地位 可以控制你這個人 只有主權獨立國家才是一個人 在國際社會才是一個 human being 才是一個 很中華民國沒有主權 所以他不算是個人 被託管或什麼都不是個人 波多里格也不是個人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要行使他的主權 美國也要行使他的主權 越南也要行使他的主權 菲律賓也要行使他的主權 菲律賓也要行使他的主權 每一個人在主權之間 有overlap的時候 那代表就是戰爭 那就是這樣子 所以希拉蕊幾年前就已經講了 中國你要破壞這個所謂的 國際遊戲規則可以 可以 當初我們為什麼有國際法 什麼叫國際法 就是國家跟國家之間的法律規範 這是遠超過國家裡面的規範 憲法是規範你國家裡面的 對外就是靠國際法 國家跟國家之間的法律 不然世界會大戰 一天到晚打仗 所以我說佔領不宜專主權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或者在國際法裡面的 外國公法裡面的 戰爭法裡面所衍生出來的東西 只是這樣而已 那這個法律是大家都會遵守 為什麼 因為大家沒有人希望戰爭 所以在拿破崙之後 大家用這個法律來規範 國跟國家之間的關係 中國居然要瞞著幹 也就是說 海牙法院宣布的結果 他要跟他對著幹的意思就是說 我就要執行我們國家主權 意思就是我準備要戰爭 意思就是接下去了 我要衝突 我要透過實力 所以其他人也講說 要不然你要足夠實力才能宣稱 你要行使一個新的遊戲規則 我的遊戲規則就是 我有歷史主權 我就可以來宣稱南海是我的 這是他要提出來的新的論述 對不對 中國講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提出一個新的論述 你們國際法裡面講說 你只要有透過條約 又法律合法取得 然後正式成為你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的時候 你才可以宣稱這個土地是你的 你有它的主權 你才可以宣稱200海裡 是你的經濟領域對不對 那是國際法規則 中國沒有他把它牽扯到歷史上 說歷史上在多久以前 我們在這邊捕魚了 他以這個來定義什麼叫做 這是國家的領土 那他就提出一個新的看法 也就是說歷史可以來解釋 如果是歷史的話 不好意思 以前沒有中國 以前就有蒙古 有大清帝國 有宋朝是女真還有突厥人 你還沒追溯歷史 以前中國是蒙古人的 你現在要不要回到蒙古裡面去 你版圖變來變去變得多一下 到底哪一次才是真的 你要講歷史就是這樣子 可是講國際法就沒有跟你講歷史 要講歷史的話 世界以前大家都從非洲來 要不要追到六萬年前 對不對 如果要講這個的話 以前美國的北美也不是美國的 是印第安人的 那怎麼說印第安人住的地方 變成美國呢 因為白人很多 白人用一些方法 讓印第安人互相殺 殺到最後人口變很少 要不要講這個殘忍的事情 就是這樣子 那叫做 conquer 征服 那這種說法從哪裡來 就從南部人之後 這個地方都是部落形式 還不形成一個國家 形成國家有一個標準 那時候定義出來 你符合這標準 你在國際法裡面 你才是個國家 如果你不是的說 我們透過征服的手段 可以把你這個土地吃下來 吃下來以後實行憲法 正式完成變成它的領土 否則之前叫做殖民地 有啊 這都遊戲規則都寫好了 你中國不照這遊戲規則 你要創另外一個可以 你是老大 你想當老大對不對 你要有實力啊 讓你表現實力的時候 你又不出手 南海就是讓你表現實力的機會 又撞倒回去 怎麼回事啊 但是我跟你講 中國現在的部署 部署已經走到一個部 怎麼樣 走哪裡都被槍 走這部 走一部 將軍 走一部 將軍 現在情況就是這樣子 不管他走哪一步 結果都是一樣 就算他完全不走 躲到他中國裡面 也會被將軍 我現在跟你講 因為他裡面的矛盾 大到不像話 自己裡面的權力鬥爭 中國不是一個國家 我告訴你 也沒有中國人這種東西 中國裡面是很多種民族 很多種勢力 很多種在鬥爭的地方 有一個結果 好 不講那麼多 那不是我們今天要講 我們搞中華民國政府 對這一群台灣人來講 他不知道 所以那時候我接受記者訪問 接受記者說 中華民國是被告 胡說八道 是你們民政府被告 我說你有沒有搞錯 你要不要上網查一下 記者訪問我 你要先做功課 中華民國真的是被告 哪裡有說 我說你去美國法院去查 按號多少 我說你自己去查 你應該隨時準備好 我說不好意思 小姐 資料自己去查 記者要做功課 你今天要講 中華民國在美國的法院 你是被告 那為什麼美國可以受理 中華民國真的跑出來答辯 他怎麼會乖乖的出來 美國叫他出來的 對不對 你大可拒絕 說我是主權獨立 國家不接受訴訟 你可以用這個理由 結果他不是這樣講 他在法院講說 我發身分證給台灣人民 他也沒有抗議 這句話很奇怪對不對 對 他們也很虛 在法院裡面 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所以這個訴訟案 現在上到最高法院 我們就等判決結果 很快 很快 你們就等著看 這個結果絕對是 又是一個震撼 但除了蔡文宣布 跟美國宣戰之後的 再一次的另外一件大事情 persuvation means to achieve the goal persuvation就是說服 好啦 台灣人三代四代的人 在中華民國的教育體系之下 台灣人居然看不懂 正常的法律邏輯推理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我這樣帶你台大也好 你什麼意思 所以民主主長講過 所以民主主長講過 以後台灣民進黨的指證 你們以前的那個學歷都不成 你們以前的學歷都不成 你如果真的是一個好的學歷 為什麼台灣民進入這麼簡單的法理 你會聽不懂 表示你們的篩選過程是有問題的 你並沒有教導我們一般人 沒有正常判斷的能力 我們講的都是可受公平的資料 在這邊講了四年多 不對 老早就被人家打槍 網路大概一大堆網民 就已經攻擊得亂七八糟了 不是嗎 那為什麼沒有攻擊 攻擊不來 攻擊到最後 有啦 我們在Facebook裡面網軍 罵人家罵到最後 剛剛民進軍這樣 不要跟你們講了 都也是這樣 對啊 說到最後講到法理 他們就講不下去了 台灣民進入我們訓練出來的網軍 果然是厲害 在跟人家辯論在那邊對話的過程當中 絕對啦 沒有兩三下一定清潔溜溜的 因為你是基於事實 法律邏輯推理 讓你在網路世界 暢行無阻 這是另外一個世界 在網路世界裡面 我說說 反而比正常的世界 有公平的對話機會 而且對的事情真的會跑出來 只是說很多人不能面對這個真實 然後又退縮了 縮起來 不願意面對這樣子 但是它的確是有很 很好的機會可以找到 persuvation means 就是透過什麼方法 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 目的就是讓所有的台灣人 都可以撐起來 solution from without 除了我們隊裡面這樣做 還要有外力 台灣民政委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除了內部的力量 我們要產生 所以我們透過說服 透過收學員的方式 透過教育的方式 讓我們台灣人來 產生一股裡面的力量 同時外界力量也要來幫忙 所謂的外界的力量 就是我剛才講的G7 就G7 G7國家這種 世界領袖國家給你認證 認證完了就是法院的認證 除了認證台灣民政委 還要認證中華民國是什麼單位 叫做中國 是台灣當局 就是流亡政府 就是中國牌 除了隊裡面是這樣 對外國這就是 認證會壓下來 認證是雙方面認證 所以現在我跟你講 現在我剛才一開始講的 每一個人的位置都站好了 在戰爭開始之前 每一個人的位置都站好了 再來 How does TGG deal with the future 我剛才可能要講一段 那個冷氣可不可以再調冷一點 我這邊又開始悶 溫度再下降一下 謝謝 可能今天會花一段時間在講TPP 像講TPP之前要先講經濟是什麼 因為是高級班 我們要看 講到TPP 其實TPP也是最近 美國總統大選裡面的議題之一 最近你們 我們民政委官員應該做一件事情 你們要當官員就上網去看 兩個人的演講 一個是川普 這個民調不是很高嗎 大家都很擔心他會當選 沒有關係不用擔心 美國的制度是這樣子的 川普因為以前沒有擔任過官職 也沒有在美國的參議院 眾議院或任何的官方單位擔任過 他就是行李郎 行李郎就他所知道的社會 來陳述他的意見 美國是容許這樣的 他也代表相當多數的人的意見 否則他不會那麼高票 對不對 他民意調查不會那麼高 你看他的那個 造勢大會人還是很多 對不對 表示他有相當程度 但是你不用擔心 一旦川普 如果他當的話 美國的所有單位都會給他briefing 意思就是把你過去該知道馬上告訴你 他就會調整他的政策 那希拉蕊另外 因為希拉蕊當過國務卿很久 他從小就是第一名畢業的 什麼衛斯里 什麼耶魯大學 法律醫院 他是這樣出來的 那川普就是 公告拍照就在街上混出來的 做行李 做房地產 雖然他拿到華盾 很有名的華盾 美國最好的商學院 華盾學院 拿到那個是CEO的學院 就是當你很好奇的時候 就可以去上那個 像我們EMBA差不多一樣的意思 但是希拉蕊就是這樣子出來的 歐巴馬 你可以聽昨天還是前天 昨天的歐巴馬的演講 說得很清楚 我的年紀比歐巴馬還大 居然他這麼會講話 沒有 他是美國總統 我亂講 TPP 他們在討論都在講TPP 那川普一直在講一件事情 說TPP不好 對美國不好 但是我跟你講 他很快會改口 他說TPP 他希望美國再去當美國 他不想支付日本 這些NATO的那些費用 希望你們自己去付自己 我跟你講 當他講這些話的時候 你要知道 他會影響多大的事情 他可能過去 美國跟所有國家 簽的條約都要廢紙 然後他也根本不曉 世界的情勢都要怎麼樣 我甚至跟你講 他連經濟都不知道怎麼回事 他說讓所有的 在國外海外的 美國的公司 都回到美國生產 你怎麼不問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當初這些美國的公司 怎麼會離開美國去外國生產 是有道理的嘛 你重新要回到 美國的門諾爾主義嗎 就是美國關起來做美國嗎 那時候人家 就不一定會買你美國的產品 如果每個國家 都是以自己為單位來做生意 現在的世界的經濟 已經是環環相扣了 台灣一個921 美國的這個 集體電路這種製造生產 就會受影響 那時候日本人 為了要把汽車賣給美國 就要在美國設廠 德國人為什麼買機器賣給中國 又在中國設立Volkswagen 美國家為了要打破這種 所謂的貿易上的障礙 需要不要再對方國家成立公司 你如果把所有東西拿到美國 我跟你講 美國製造生產的成本 絕對讓你的東西賣不出去 美國有沒有考慮到這件事情 川普有沒有考慮到這件事情 所以他做的只是可能房地產業 他覺得很在行 可是講到宏觀經濟 整個國家的經濟 就不是這麼簡單 這裡面有牽涉到金融 經濟 國際上的現況 他沒有更新 不過我相信他很聰明 美國就是這個總統大選機制 我沒有再說川普沒有這個能力 只是他要更新 誰當總統都是一樣 在短時間裡面要接受 就像你們政府官員我問過 你們當中有誰當過官的 沒有啊 你們會怕嗎 會怕啊 當然也會怕 但是我跟你講你不用怕 為什麼川普也沒有當過美國總統 才來當美國總統的 他也是擔任一任的參議員 來中原就來當總統 但他夠聰明啊 美國制度夠好 所以他當了總統馬上可以上手 因為旁邊有很多智囊 你不要以為總統 他只要負責會演講就好了 他只要做決定 最後做個決定就好了 大部分的功課是旁邊的幕僚在做的 那他要有一個整合的能力 把所有這邊複雜的資料 在最後做一個決定 好 不要講那麼多 再來 我們會提供一個 平民政府 什麼叫平民政府 我跟你講現在中華民國就是 不平民的地方 為什麼叫不平民 他什麼都不是 他不能保證明年政策 他不能保證這個法院可不可以通過 他不能保證 因為他玩一個遊戲規則叫做民主 民主如果沒有法律當基礎的民主 叫做暴民政治 就叫做叢林法則 就叫做強勢者恆大 然後弱勢永遠弱勢 這叫做民主 就回歸到叢林事 你現在看現在的議會就知道 就是叢林法則 我講過 民主如果沒有法律做規範做基礎的 建構不出任何民主 那叫表象 所以人民一酸下龍都一樣 現在不是蔡文的民調都掉下來 掉到不像話了 柯B那時候 你只不過在媒體上稍微 罵一下柯B 我看你就不用想再當 當名嘴了對不對 去年 現在你如果不罵柯B 你就不用當名嘴了 才一年 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那時候他要站那時候我也說 我們要保持跟他一段距離 就是乖乖 果然沒錯 情況就是這樣在發展 人 他們說民意如流水 所以你一個國家政策 當然不能由人民來決定 就這麼簡單 我那時候初級辦公司看 你看30萬人是多少 60萬人是多少 你們以後要當這60萬人的頭 你如果覺得人民最大的 你就完蛋了 任何一個國家 不會用民主的方式來亂的 不是 任何一個公司行業 行號 怎麼可能用民主 民主如果是一個好的制度的話 你公司做行李 能不能用投票方式決定 明天要賣什麼 大家投票決定 放假幾天 大家投票決定 經歷什麼 大家投票決定 不可以 不可以 你做所有的行李都要投 你做一個市長 我們所有的法案都公開 在網站上 大家來看 大家來投票決定 笑的 大家不吃飯那樣可以 我們每天都要上班 沒有人多餘的時間 那是你市長該做的事情 我幫你算出來 叫你去做決定 因為我相信你可以做決定 你又把問題丟回給我們 這是什麼 最後只有利益團體會去注意你的法案 最後還是地利益團體在包裹這個法案 讓它通過 那遊戲不是玩到最後又是一樣嗎 那每年選舉大拜拜大家爽一下子 對不對 人民最大好 大家都幸福 孫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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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 這個就是現代的社會 你沒有錢沒有錢 對你來看都不是機會 都是人家的機會 是有錢人的機會 你說現在投資環境很好 趕快把錢都掉下去 你沒有錢啊 那要說什麼 所以賺錢永遠是有錢人在賺的 輪不到一般的人在賺 化送 你們在化送 吃好東西 他在吃好料 不要再講這麼多 Stable Garment 台灣民政府以後的政府 不是像你過去想像中那種投票出來的 因為它的本質是軍政府底下的民政府 所以你在台灣民政府當官 你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當我們宣布只有死刑跟鞭刑的時候 你不要訝異 那叫做軍事統治 可能你在這個系統裡面太久 你搞不清楚 只有死刑跟鞭刑 要有心理準備 你現在看到菲律賓了吧 對不對 一次殺三百個人 你如果把我用油 在賣毒品 就是當街就放下去 你如果那麼衰去 就走旁邊去打 那以後再處理 那現在所有的 賣毒藥都去自首 自首的原因是 這樣才可以保命 就這樣子啊 以後台灣民政府 民政府就是死刑跟鞭刑 不會在監牢裡面養你這群人 還有當民政府的官員要有心理準備啊 貪污就是吸刑啊 貪污就是死刑啊 政府是政府啊 政府是遊戲規則 是那個chef 那個refery 是那個裁判 裁判不能兼球員 球員不能兼裁判 球員不能兼裁判 球員不能跟裁判混在一起 會出事 對不對 現在中華民國的體系裡面 是球員加裁判 加觀眾都一起來 那是什麼戲 誰能看呢 看不下去嘛 你知道嗎 球員裁判觀眾都一起 那不叫球賽啊 那不用看了 Stable government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穩定 是因為我們按照軍事的系統 在執行 那時候我們很討厭新加坡 可是你不可否認新加坡 真的相對於其他東南亞國家 沒有貪污啊 很有效率啊 當然我們不會走那條 我們是被佔領地區 我們按照美國軍政府的命令 來執行事情 那我們的制度會是按照 佔領部移轉主權的原則 就是恢復大日本帝國 當時在台灣的系統跟制度 那你知道為什麼是大日本帝國嗎 其實我們在整個台灣民政務的論述中 也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台灣到底是不是大日本帝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的一部分 講到台灣也會牽扯到南海這些諸島 南海這些諸島 到底主權是什麼 在這次的法院裡面完全沒有碰擊 他們只按照說你可以執行權力的範圍 並沒有講到主權 不涉及主權的認定 但是我跟你講 如果不討論到主權的層次 光是按照美國國務院的做法 是沒辦法真正set down 這整個南海的議題 set down就是把這個議題擺平 是不可能的 因為如果大家就是各方以實力 以軍事力量 以這種談判桌上的交換條件 是沒辦法解決南海問題 一定會產生衝突 那最後產生衝突的結果 一定要恢復到 這塊島到底是誰的 我跟你講南海的那些島 本來是歸屬於 大日本帝國台灣的高雄州的轄區 你知道嗎 那要說到這裡 大日本帝國領土是誰 所有台灣都是黃土 下面一個黃土 天皇的土地叫做黃土 Crowns Lane 英文叫做Crowns Lane 像英國女孩土地叫Crowns Lane 台灣的土地不是屬於我們個人所有 台灣人要知道這一點 因為過去國民黨 他就要拿你的土地 就要跟你講 跟著有其田 有沒有 每個人都有土地 你現在在本黃土給這人 你編一個假的故事 對不對 跟著有其田 什麼什麼 工地放嶺 三七五檢豬 有的沒有的 國民黨做的 這真的是很優秀 叫你來占領 叫你在那裡沒土地 這些以後都要恢復常態 就恢復被占領當下 回到那個點 回到原點 就回到占領的時間點 開始演下去 講到這個 我剛才講說 主權的議題 最後回到這邊 我們已經放在那邊 至於佔領者 美國還是日本 就是新成立的日本國 還是跟著相關的韓國 跟著相關的俄羅斯 跟著相關的中國 最後還是要回到主權 要不要按照國際法 跟國際工法來解決 1945年4月1號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這件事情 驚訝很多人 因為這個歷史被埋沒在很深的地方 現在因為民政府的關係被掀開來了 這個動作就是讓台灣正式成為 大日本帝國神聖不可分割領土的理由 之前 日本 拿到這個幾個島的時候 有跟美國支會 說這些島現在是日本的 美國說 你還有一些手續沒有辦完 他講的手續就是 你還沒有正式把憲法實施在台灣 把這個變成一個 Official的認證 才會變成你的領土 那這個Official的認證 就在1945年的4月1號 到日本帝國戰敗以前就宣布了 所以當你日本戰敗到 簽舊基丹和平條約這段期間 相信美國都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Dollars在寫這舊基丹和平條約裡面 就蘊藏了很多的伏筆在裡面 就是未來有一天 也講到這個 簽舊基丹和平條約的 是日本政府 天皇沒有在裡面簽 處罰誰了 那這個都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這不是今天要講的 Priest Stable Government是因為這個理由 然後有了這個政府 但是我們在 我們知道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business 台灣是一個很重要的經濟體 那這段時間經濟體要怎麼走 就是用起來 未來台灣經濟 台灣民政委要確保一件事情 台灣是配合整個TPP的系統 TPP想像我剛才講到 川普跟希拉蕊在講的時候 他非常反對 我只是提出了一個反面意見 如果照川普所講的話 全世界回到自己 一區一區來做生意的話 那是倒退走 現代的國際經濟已經走到 互相要結合 而且越大越好 所以中国才提出来所谓一路一带 所以才提出一个更大的架构 以中国的经济市场当作一个base 来画一个很大的环境 这个的确对于西方国家 产生很大的压力跟震撼 所以美国提出来这个ETP 以太平洋为中心 形成的经济架构体系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中国的size大到一个地步 如果加上俄罗斯 加上那些中东国家 跟那些反美的势力的话 相当的确有点可观 所以美国当然要在尽快的短时间 也形成相当大的经济自由贸易区 来维系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 那这个ETP是绝对很重要的架构 英国脱欧也是其中一个理由 讲到英国脱欧 我要跟你们讲一些 今天稍微会提到的东西 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里面 再跳到最前面 最近不是发生一件事情吗 英国离开欧洲 英国离开欧洲这个观念 这我之前没有讲 英国女航那时候问了一句话 在EU referendum之前 Queen S. Gats 她旁边的客人说 to give her three reasons why Britain should remain in Europe 在脱欧之前 英国女航在一个餐会里面 问她旁边的人 你给我三个好的理由 说我应该要留在欧盟 欧盟 那其实当然不是三个 不一定要三个 一个就可以不需要再待下去了 其实英国那时候面对很多的问题 欧盟的形成的组织 它里面我给你看有一个东西 这是欧盟 在European Commission里面 对文化 做了一个定义 你知道欧盟就是欧洲国家 都加在一起 欧盟有一个叫做Commission 这个Commission的时候 它当然会有一个区块 是专门讲文化的东西 因为欧洲很注重文化 可是你以一个欧盟的单位 来从事文化活动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的意思说 欧洲有很多国家 有法国 有德国 有英国 有意大利 那你要形成一个叫做欧洲文化吗 那谁来定义什么叫欧洲文化 你是不是要重新定义 这就是它所做的事情 它里面有一个单位 专门负责文化定义的事情 开玩笑 文化定义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一部分 只有这个国家可以定义 我的国家的文化是什么 怎么可以交给欧盟来 对我下定义呢 懂吗 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个 Action and Initiate Such as Capitals of Culture 叫做文化的首都 这是欧盟定的 然后Heritage Day 就是说传承的日子 也就是说欧盟自己来定 谁是文化的首都 那等于是 已经挑战到每一个国家主权 我跟你讲英国女皇 她这辈子大概遇到实在是 你知道英国女皇刚上任的时候 英国是日不落帝国 她的英国领土大概全世界绕一圈 都是她的领土 每天这样飞可以24小时 绕一圈地球都是英国领土 可是到现在的英国女皇 同一个英国女皇 现在英国是从前所未有的小 小到不像话 小到到最后必须要脱欧了 英国这次脱欧搞得 苏格兰也要离开英国 艾尔兰也要离开英国 那剩下什么 就不叫The Great Britain 英国女皇应该是感触良多吧 以前是日不落帝国 现在存得没几生 那当然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很严重 就是欧盟那时候 叙利亚难民冲到欧洲国家来的时候 发生一件事情 欧盟决定配额 每一个国家你分配几百万 你八十万 你一百万 由欧盟来决定 叙利亚的回教徒 到你国家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人口政策也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 突然向一人送你国家 我跟你讲 回教徒一个人可以生十个 你欧洲两个人生不到一个 你负成长 那意思是什么 再过十年 到你们国家的一百万 难民会变成一千万 然后再过十年 会变成一亿 以后就没有欧洲了 现在的斯德哥 斯德哥俄摩瑞典首都就这样 瑞典号称是世界上最人道的国家 最先进的国家 所以那边的囚犯 犯罪的人都送到吹冷器 又有套房 又有书可以看 又可以打撞球 又可以喝饮料的地方 全世界的异议分子都到那边 包括以前我们的彭明秘宴 彭教授也跑到那边去 接受政治庇护 他们的国家都不认为 他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弄到最后 所有难民都收了 收到最后他们自己 你只要斯德哥俄摩瑞典就看 金法蓝眼的已经没剩下几个 大部分都是蒙面的 要不然就是中东人 你被吓一跳吗 他们以前开始从来没有什么 反移民这种人 现在开始形成极右派的组织跑出来 欧洲现在每个国家 极右派的势力都起来了 为什么 他们感受都威胁了 汹汹来这么多人跑来你们国家 以前欧洲都自以为唱高调 人道主义 无限上纲 都要不要今天欧洲人要不见了 都要重新定义英国 英国现在几分之有200多万人的 是外来的欧盟的成员 现在住在英国 英国有多少万人是住在欧盟其他国家 以后就是没有英国 全部揽作会 像美国去了 像美利坚合众国了 整个欧洲就揽作会了 台湾的情况不一样 台湾是被迫接受一百多万的难民来到台湾 选择自己拦命 选择自己拦命 美国那时候搞清楚他太天真了 他以为中华民国是他的盟国 没想到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都是中国 美国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学会中国人就是中国人 不会是他的盟友 他到现在花了这么多时间 还继续卖武器给他 直到他发射雄山飞弹 海军跑出去 你才知道这真是重够人 需要弄到这个地步吗 当然美国总是会做到对的事情 可是之前因为等到他做对之前的那些错的事情 也把我们台湾人整得七分八素的 三代四代台湾人 把他洗脑洗到旁边那里 我们现在就要承受种族灭绝的每一个动作 包括把自己的小孩子送给对方受教育 包括你现在的语言 不是应该有的语言 包括你的史观也是对方帮你定义 包括 包括说实观 文化这种东西 我以前上过课 因为是高级班我可以讲 文化原来的字叫做culture culture是农业的意思 cultivate 就是一块土地上 本来是荒芜 瓶瓶瓶 它自己会长生衰 以前的人就是 你生什么东西 我会吃什么东西 没土的我都吃 但是开始种植之后 你就开始会配种 这不好吃 我再配一配看看 跟这个叉枝 或者说街 长出这个比较好吃 慢慢人类透过他的智慧 去经营这块农地 长出人类觉得比较好吃 或比较营养 或比较好看 或比较入口的东西 hazard culture 就是农业 农业这个字 后来就说 不光是农业吧 有关于人的相关的 都是种植的一部分 意思就是说人类透过配 重新排列组合 把这些元素重新排列组合 制造出对人类觉得好的东西 可是现在有一个前提 到文化也是这样子 像音乐本来是一些 没有意义的notes 音调 可是你透过写曲子 把这些东西凑在一起 变得一个很好听的旋律 对不对 那这个好听要根据什么 根据听的人觉得好听 意思就是说 你在这个国家可能觉得好听 另外一个国家觉得不好听 对不对 你这个国家觉得好吃 另外一个国家不一定好吃 那最后谁来做决定 就要当地的人来做决定 没错嘛 台湾人觉得好吃 外国人不一定觉得好吃 日本人觉得薩西米好吃 西方人不一定觉得好吃 对不对 芥末觉得好吃 所以每一个文化的那个 那个单位 是一个地方的部落 还是那个族群 住在一群那群人来决定 好坏 是非 对错 对不对 比如说音乐 你到中东国家 人家觉得迷迷之音 是要杀头的 你不可以听音乐 伊朗就不可以 对不对 女生不能露胸露 可是到西方国家穿比基尼 沙滩上穿越少越好 可是回教国家 你如果穿的就用台 对不对 回教可以有十个老婆 另外一个国家不觉得好 所以文化 这个东西 所谓的好坏是按照当地的人 那个族群来定义的 他们觉得好才是好 但是今天是在台湾的文化 我那时候问 什么是台湾文化的时候 台湾人说不出 因为你现在文化的定义权 交给中国人去定义 中国人来告诉你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说你的文化比较低级 他们的文化比较高级 你的议员比较低级 他比较高级 你要听金句 过去你知道吗 以前我们小时候要听金句 电视帐一打开就唱的精细 那就是各种方面 演戏台湾的戏就是比较没水準 中国戏就都做老闆 就是这样 他从各种文化角度上 贬低台湾人的 为了统治方便 为了维持他的统治阶层 他的文化形成是按照 他觉得好的才是好的 他觉得不好就是不好 也就是说文化的定义权 跟主导权是在他们手中 你知道现在那个清田街 很多的那些以前日式的房子 都改起来 改成什么 改成中国人的 什么清田七六改成中国人的 说那是以前中国人的 台大的什么 什么石头系 地直系教授的宿舍 以前是本官员在住的 另外一个地方 改做余佑任的书法的地方 对 里面本来日式宿舍 都改做中国社 这就是文化主导权 掌握在中国人手中的结果和下场 台湾人不知道 他们知道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他知道透过这种方法 把我们台湾人吵架 现在不是要炒割缸 没有用的啦 台湾民政务提出来的解决 就是从法理 从根做起 不是在表面上跟他叉叉叉叉 没效的 跑到立法院去抗议 街上抗议 这都没效的 不会有结果的 我们是从根挖起 我们在法庭上见面 我们在法院上 用一支笔一支笔 就要帮你解决 美副长说 从现在开始 每一个民政府的人 骄膝 念地 就要发生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因为法律上的进行 就这样一步一步再进行 不会等台湾人 你带来 不然就带 到时候时间到 还是要到屈公所去办身份证 就这样 讲这个就是 所以女王到最后要脱欧了啦 因为文化的主导权也交出去了 人口的权也交出去了 只要求一个金钱 金融在他手中 拥有英镑还不够啦 所以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那英国出走 他会走去哪里 我跟你讲 英国人很厉害 他会来TPP 就算他不是太平洋的组织一份人 他有想办法加进来 所以呢 英国很早就在台湾 提高他在台湾办事处的位阶 你知道吗 现在叫做英国办事处 从来没有这样过 当他的位阶提高的时候 照理说 外交部应该欢迎欢迎 再欢迎很高兴 就他不敢讲 英国现在提高在台湾办事处的位阶 你知道吗 英国人很聪明啊 他老早就看到这局势是这样走啊 心里缘一块 我跟你讲 这你们都可以去上网 因为既然是网路公开 大家都可以去看 然后 告急班 我要跟你们讲一个简单 最后15分钟 我跟你们讲一个简单的 讲到经济 我们要有经济概念 来 这是经济 这个 你们有上过经济学的吗 大部分都没有 有的 因为大部分是不知道 所以我用很简单的方式 但不可能讲得很仔细 有个基本概念 叫做Modeling 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有一个倒三角在这边 最基础叫做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再来第二个叫Technology 科技 第三个叫Marketing 然后做一个Money System 再回来 回馈到R&D 我讲完了 这是什么东西 听不懂 没人听不懂 说一个简单 你们家有听水吗 这样好不好 我这样讲经济 用这样来讲 你们家有没有煮开水 听水 有啊 听滚了会清煙 对吧 这大家都知道 清煙这件事情 发生了几百年 几千年了 跟我这边了不起 我跟你说 到某些人手中 就变得了不起 它本来是一个自然现象 可是经过科学家的研究 它可以变成什么 内燃机 Combustion 用蒸汽推动机器 可以用这个做火车 可以这个去推动大型机器 所以以前做一双鞋 一个人一天 顶多做一双两双 有了这个机器出来以后 一天做几百双 以前的火车 那个家里的农产品 送到市场上去卖 超过半天一天 就累了 买了 现在有火车 不要半天几小时 就把你送到英国伦敦 所以英国很早有铁路系统 所以英国经济是最早起来的 工业化也是在英国 就很快就起来 英国一开始其他国家 跟着就学了 美国的铁路一通的话 整个美国经济都起来了 这就是这个 从Arlington大自然做一个 insight get the insight 然后最后产生 power 是from technology 从科技里面产生 人类能力 这个能力可以去制造 生产很多的product 产品 送到市场上去卖 再把这个product 就变成reward 用一个money system 金融系统 让你把这个赚的钱 回馈到 再继续研究 再继续发展 所以小型的 以前想说 我是从 有线电话开始的 就差一点没有用咬的 那时候开始 到现在用手机 那为什么一直要发展 有电话就好了 为什么要发展到现在 可以看影像 可以做所有 幾乎电脑的工作 就是 不断的刺激需求 所以在这个 这个好像一个轮子在滚 怎么让这个轮子滚 有钱人要有 买不完的好东西 那穷人呢 要觉得他只要稍微努力 就可以在社会阶层往上爬 这就是整个资本主义 运作的动力 再讲一次 有钱人要买不完的好东西 他不可能 他如果一旦觉得 没有东西可以买的话 他就失去购买的动力 对不对 失去购买的动力 就没钱拿出来 人家就不需要制造生产 你知道吗 所以有钱人要买不完的好东西 穷人要觉得 我只要稍微努力 就会往上爬 这个社会才会咬起来 这咬起来要有速度 我们称为Inflation 叫做通货膨胀 那个数目大概2%到1% 是维持社会 世界经济稳定的发展很重要 某种程度上的膨胀 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但是有时候会快 有时候会慢 但是都是维持在成长 如果倒退世界经济就完蛋了 我跟你说 没有人制造没有人生产 这个搅不起来 要重新再启动很困难 那怎么让它停下来 我刚才讲 有钱人要觉得 他已经人生没有希望 再往上爬不上去了 那没有钱的人要觉得 什么 我们要做事情都可以吃 生活过得不错 最近日本有一种族群 叫做下流社会 有没有听过 没听过 不是下流老人 最近有流行下流老人 但是在这之前 很早差不多四五年前 就有个日本教授 根据统计数字 看出来日本有个族群的年轻人 每天住在家里上网 工作兼职就好了 赚一点点钱 然后就住家里不用房租 三重 老爸老婆租回家 再不然就是7月份 买个便宜的便当 饭团就解决一餐 他要衣服的话 他也穿得很fashion 因为unicore打折一件没有多少钱 他一样可以穿得蛮时髦流行的 跟别人出去玩的话 大家几个人住一辆车子 也可以玩得到 上网所有新的电影都看完了 日子其实过得还不错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你如果叫他说 你不要当一个雇员好不好 你往上爬 当一个科长 或当一个主管 他不要 为什么 相对他的工作负担增加很多 他必须要比其他员工更早到公司 他的压力更大 可是他薪水增加只有一点点 所以他就干脆这样 我都维持这样就好了 我就是临时雇员就好了 我薪水也不会少到哪里去 永远就stay law 所以这叫做下流社会 日本人很多年轻一代就是这样 不想往上爬 因为往上爬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他不想努力了 那一堆老人就在那个地方 也是这样子 所以整个日本的经济 就产生这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在下面的人不愿意往上爬 我刚才说的 这经济要尬起来 下面要有动力 要有很多人觉得 我努力 我的从机车换成小车 小车换成大车 大车换成Mercedes Mercedes再换成跑车 跑车再换 我就买飞机了 买飞机不够 我要买这些地级型的那种飞机 对不对 我最后还要变更大 不行 我还要飞到太空去 让你玩不玩的 消费要有顶尖 而且要无限制的顶尖 这样这些经济才加得起来 所以台湾政府美国 两件事情希望我们不要做 第一个什么 不可以宣布台独 第二个 不可以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 对不对 那为什么共产主义道路不好 共产主义的主要的原则 就是让有钱人吃饱 你不用做事情 政府会照顾你 照顾他好 社会主义 对不对 你有钱人都是犯罪 都是 黑无类 要把你斗倒 对不对 你是人民的敌人 当然不是现在的共产主义 我现在讲传统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以前就是 广大劳工人民才是主人 他来决定 你如果这样一搞 这个社会完蛋了 所以整个资本主义是我们要走的路 这条路已经走上去 你也不可能走回头路 如果是这样的来讲的话 说一下 虽然我们是世俗政府 很多宗教必须要离开了 我举个例子 你那种觉得人生没有什么需求 世大皆空的人 请问你可不可以在资本主义 再活得好好的 不行了 你都空了你还买什么 不要买了啦 也不要开宾室啦 你要走回头 要开什么便室 要做什么 你就走路去就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真的相信那种宗教的话 这会让整个经济活动停滞下来 你去看印度就好了不是吗 印度很多人根本就不想努力的 他每天就吃得很少 一直节约个人的需求跟欲望 可是在资本主义系统里面 是鼓励你去满足 你的想象有多大 你就做到多大 你就尽量享受 人生来就是要努力工作 然后得到你努力工作的成果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原则 你可以想尽办法 把自己过得快快乐乐的一生 还是要想办法自己 欠重内斗 很苦的过一辈子然后死掉 死掉就等着投胎 这完全不同的系统 不同的价值观 台湾民进入我们带台湾人走路 不是资本主义的这条路 是跟整个TPP系统架构在一起的这条路 还有十分钟 再跟你讲 在这样的系统里面 为什么会运作得好 为什么变成全世界现在目前接收的系统 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这一套系统 ignorance was overcome 过去 在没有资本主义之前 大部分人是文盲 都是农民 就是国王在上面 下面一群农民帮他工作 等到资本主义再起来以后 随便讲 现在大家都有手机 大家都会上网 大家也会打字 连老人都会 还有文盲吗 没有了 你上网看一看都会了 很快喔 在短时间里面 居然全世界的文盲 掉到不像话 根本不用这个组织 来帮助人家认知 因为手机这种high-tech的东西 让人家学习认识字 学习输入法 有趣吧 病毒是病毒 过去的世界 只要发生一个大瘟疫 死的是几百人 几百万人 欧洲有几分之几的人口 因为黑死病 全部死掉 死掉三分之一的人口 怕死人 但是现在不会 为什么 因为拜科技所思 最近有一个不知道什么病毒 是前两年的时候 那个日本科学家 最后提出来一个新的药方 记者就去访问他说 喔 你有得厉害 这么快就解决这个问题 日本实验室的领导者说 不是啦 我已经在做了20年了啦 这20年来我都不知道 为了什么来这边辛苦工作 直到这个病毒一跑出来 后来我隔天就提出解药 是因为我辛苦了20年 我跟你讲 病毒没办法突然之间 培养出解药出来的啦 那你就要想另外一件事情 那这个实验室 为什么会在那边20年 那这20年是谁养的 一个实验室要成立 少说十几亿 多则百亿都有可能 里面有多少仪器 我基本上讲实验室喔 里面要养多少教授 postdoc 每天做实验 你还不晓得为什么做事情 自己要去想题目 这样做20年 然后这次病毒出来 刚好隔天就把解药提出来 人类的疾病就消声匿迹 不然死很多人 那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 因为这个 当市场里面赚了很多钱 之后回到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有一群有远见的政府或组织 会事先把这多余的钱 投资来这种实验室里面 做预防性的科学研究 这要钱耶 这要人力耶 你没有资本主义 产生这些财富 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你共产主义 不可能有这些赢啊 钱来做这些研究 那再来 Property was eradicated 贫穷就消失掉了 我跟你说 今天还有饿死的人 那是因为有些人故意 政府的操作不当 比如说非洲 穷小孩子很多 你钱捐的不会少 问题是钱最后留到那些 屠夫的手上 又去买乳器继续奴役他的百姓 钱从来不会到 你不要以为你捐钱 非洲最后到那些人耶 中间 那些组织机构就吃掉几分之期 当地政府再吃掉几分之期 最后大家手上一点点 这是人为的问题 这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产出物不够 没有啦 绝对够了 再来 Human rights was awareness 现在开始注重人权 跟以前处理人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连战争的形式都改变了 对不对 战争的形式 过去战争 二战一打都死不知道多少人 现在没有了 现在美国无人机 他杀人 我那时候网路上你们上去看 杀人是指杀这个人 他隔壁如果站了女生还是小孩子 都没有杀到 撥那人倒去 你网路上去看 他直接PO影片给你看 美国现在都叫做斩首行动 他只杀那几个做怪的带头的 那组织就瓦解 像对付IS也是 他用金融方面把你拆解掉 或对付特定的几号人把你拆解掉 就没有啦 伊朗那时候不是有核弹计划 也是弄得世界大乱 可是隔天 伊朗核弹计划的主持人 那个金头脑 上班途中 蹦 没了 撕起来再继续塞车 人死了 就这样子啊 这样就可以解决一场战争 不必要的战争 美国以后的战争方式也是这样的 你不要惊讶 以后搞不好在美国战机 你打掉里面没有人 战斗机啊 因为你训练一个飞行员要多少年 可是这飞行员如果在德州的实验室里面 在驾驶 顶多再按一下 又有一个新的飞机又飞出去了 对不对 那过去不是 一下子就是一个二十年培养的精英 就奥子 Ware render obsolete human rights absorbent 这个都是资本主义产生出来的好处 当然也有坏处的部分 但是坏处的部分 比如说 Global warming 世界暖化或者一些产出污染物 你解决的方法不是整全盘推翻 而是要更多的研究去解决 塑胶制品留在海里面 怎么把它分解掉的问题 对不对 你怎么养出一种细菌 把这些塑胶都吃掉啊 不就解决吗 是科技跟不上消费嘛 而不是把整个资本主义给推翻掉 好了 那在这个里面有几个重点 资本主义要健康有几个条件 也就是台湾民政府要走的条件 提供那个trade barrier 你在贸易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障碍 比如说关税 比如说政府不合理的规范 对不对 像这个美牛要进来 怎么去把你挡住 其实这问题就出在一个 买办心态 买办是什么 以前你去中国做生意要中国买办 你要透过几个买办 才能做到中国的生意 一样 这些中国买办 来到台湾以后 也变成中国在台买办 你美国要跟台湾人做生意 你要透过这中国买办 先抽一手 你知道吗 中国人的习惯 今天为什么台湾金融业 不会完全开放 因为这些人去买通中国买办 所以台湾的金融业 就不能接受国际金融业的刺激 或者挑战 我们开的标都是国内标 没有开国际标 很多东西都是已经被既得利益 把持住政治人物 所以我刚才讲说 裁判跟 跟球员跟观众都合在一起 现在整个台湾都合在一起 是这样 这是问题所在 我先跳讲一个东西 自由言语 完全的资讯透明 中国就是没有完全资讯透明 所以你去买股票的时候 都不晓得消息怎么来 它有很多内线 你会记得台湾一开始的时候 股票资本有一大堆内线 你有内线你就探极 你就上天堂 没有的你就是租套房 就这样 完全靠内线 为什么有内线 就是这个组织系统不透明 它没有真的自由选择 在真正的自由市场里面 资讯的透明公开是很重要的 那是起码条件 台湾没有媒体自由 也没有言论的自由 他说有啊 我说有的话 台湾民政府现在消息已经套台湾了 民政府前一阵的述述新闻 虽然台湾民政府这几个字 五次跑出来 可是那是什么意思 没有台湾人知道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里面放了很多消息给记者 跟他讲说 中文民国是被告 你知道吗 你现在还是没有人知道 你知道吗 我们GC7你知道吗 没人知道 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可以禁列国你知道吗 没人知道 中文民国护照不能禁列国 你知道吗 没人知道 奇怪 这叫言论自由吗 言论自由是说 最后希望把真理事实凸显出来 而不是越靠越靠 越害 现在民政府在他们一般民众的印象 是一个很奇怪的团体 还把你推到变成宗教团体去 那很好笑吗 所以台湾到底有媒体自由 没有 跟你答案讲 没有 这些人民众 我想说 球员裁判加观众 观众也去洗脑 现在观众能够认知的 正常的法理 听不懂了 那歪狡的事情 我想说 这些人是什么类的东西 买菜 拜会可以吃这种东西 如果是本手买菜 就可以吃本手 你知道吗 台湾人都是本手买多少 谎言养大的 所以他看到本手跟谎言 都感到猪鼻 看到真理 就 弄掉了 不知道要怎么反应 今天时间差不多 我课讲这边 然后 希望大家继续坚持下去 上完我们的高级班 好不好